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比较硬的组装条件 例如要把恩石不锈钢拉帽组装在三毫米厚的板子上 它的拉力需求超过两千公斤力以上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其实不用担心 先前的示范只是正常的施力条件 施力点都放在握把的中心 这并不是它的最大利弊长度 实际出力的时候你并不一定要握在那么前面 你可以把出力点往后移到握柄末端 这样就能大幅增加利弊长度来提高杠杆倍率 这边先做两个示范 我原先的施力点是在大钳子的握把中心 只能勉强拉到一千六百公斤力左右 我现在把出力点往后移来拉拉看 看到了吗?两千三百零七公斤力 再来试一下九十度组装钱 我一样把出力的点移到末端 结果拉出了七百零一公斤力 现在来实测一下 直接示范二十不锈钢拉帽组装在三毫米的板子 先确认拉感是二十的 用磁铁吸一下拉帽 没有什么吸力 确定是不锈钢的 入牙的时候记得把握柄角度放小 这样比较好出力 先来第一拉 并不是非常吃力 一次就把握柄拉到底了 我先张开一点 再入牙几圈来拉第二次 好 已经大致拉贴了 拍下来让大家看一下 不锈钢钢钢石组装好的样子 这个技巧可以帮助你应对一些比较硬的场合 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过 不管你多有力 这毕竟是手动的工具 拉多了手还是会累的 只是连续拉个三到五颗可能还好 但如果一次要拉几十或上百颗 我保证你以后看到这把钳子就会怕 当你短时间内要组装比较多颗拉帽的时候 建议你还是改用电动或气动的工具比较实在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 麻烦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次见